感謝18位候選佳麗出路 翻版Angela Baby、金髮賽師輩齊齊晉級 2023香港小姐競選終極面試 9日播出最後一集 經過一輪終極挑戰後 最終有18位佳麗成功晉級 不過其中一位晉級佳麗 翻版黃祖賢、賀怡文、Lee 就在社交平台宣布因個人原因退賽 她表示 人生總是要嘗試一次才能知道是否合適 通過這段時間嘗試 她發現自己的性格不是很合適 無法很輕鬆地面對媒體 TVB是個很好的公司 工作人員都很辛苦、很盡責 想跟她們說一聲多謝你們,辛苦了 參選認識了很多很漂亮的女生 希望大家可以走得更遠 不少網民都表示可惜 不是吧,這麼有冠軍上居然退賽 看好你能夠進入三強 但退賽有些可惜 本屆香港小姐競選口號為 正麗無限申請 而於終極面試播出之後 無線設立的官方網站投票專頁 緊接就舉行了一個名為 《一見鍾意佳麗》的限時投票活動 給觀眾和網民投選合眼圓心碎的佳麗 《一見鍾意佳麗》投票活動於7月10日 星期一下午3點截止 投票結果就於同日舉行的港者記者會中公佈 候選佳麗也在記者會上即場進行編號抽籤 無線娛樂新聞台官方Youtube同步進行網上直播 17位候選佳麗 這一天就在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公開亮相 期間發生小插曲 佳麗陳佩基、Hira報入後台的時候 不慎咬一咬柴 佳麗門以白色連身裙示人 當中在海選已經因甘霧 同前港者蔡司貝撞樣 吸引不少注意的郭佩文 Juliana這一天穿上背心長裙 只是輕輕露出纖腰 收起喉好身材 似乎是想留前鬥後 至於另一位大熱的人選 翻版Angela Baby、黃敏馳、Lavelle 穿上斜肩裙子小路性感 而翻版尤家欣、莊子船、Hillary 穿上透視短裙曬尾腿 候選佳麗編號抽籤結果位 1號吳永婷、Anna 2號黃永嘉、Jessica 3號鄧凱文、Aris 4號黃怡然、Lin 5號梁正琦、Debbie 6號胡睿涵、Hannah 7號毛智深、Victoria 8號姜依玲、Jenny 9號潘明璇、Michelle 10號陳佩基、Hira 11號周婷、Jennifer 12號梁正琳、Nicole 13號陳曉彤、Candy 14號陳怡明、Sura 15號莊子船、Hillary 16號郭佩銘、Juliana 17號黃文池、Lavelle 至於由觀眾票選的一件中二階禮 最高票數三位的佳禮 依次為15號莊子船、Hillary 16號郭佩銘、Juliana 及17號黃文池、Lavelle 似乎都是眾望所歸 2023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將於8月27日隆重舉行 佳時17位候選佳禮 將各族本年度香港小姐薯榮 仲候選佳禮日前正接受大會安排的儀態 化妝、口才等等連串特訓 仲佳禮也將於7月13日出發前往越南拍攝外景 而今屆港者學歷質素方面 普遍來說都比以往佳禮的學歷偏高 當中有5個佳禮達碩士程度 分別就是10號陳佩基、Hira、14號陳明儀、Sura 9號潘明璇、Michelle、13號陳曉彤、Candy 和8號姜依玲、Jenny 最低學歷就是年紀最小 年僅只有18歲的6號胡瑞咸、Hannah 只有中學畢業 但她偏偏身材高人一等 有175.5cm成為最高的佳禮 而年紀最大 現年27歲港美班車參選的毛智森 最重磅佳禮 則為體重達60公斤 約132磅的1號吳永婷、Anna 宣布假拍拖7年富貴男友 蔡佳欣公開求婚過程 笑是意料之內 2019年落選港者 現年29歲的蔡佳欣、佳欣 早前被指不停退作 等約滿TVB就不足 佳欣一直懶你傳聞 繼續四處游山換水 7月10日更公布喜訊 宣布富貴男友Derek求婚成功 佳欣在社交平台 分享男友貴地求婚的照片 並甜蜜留言 Happy to announce Yes, I do 我們一起的第七年決定結婚 我的美婚夫 就是那個我想共渡如生的人 多謝你總是守護我 給我一切的愛和力量 帶我去看這個世界更多的美好 遇見你和你一起 和你共同建立屬於我們的未來 就是我此生最大的福氣 佳欣透露男友在去年的9月已經求婚 在過去一年 兩人一直密密地準備婚禮 她說過去一年我一直安靜地 幸福地準備我們的婚禮 來到倒數的階段 是時候要和大家分享這份喜悅 佳欣要嫁人 誤遲也不早 一切都剛剛好 一切期待著我們的未來 佳欣又分享在籌備婚禮 和在法國拍pre-redding的影片 內容有男友求婚的過程 原來對方是在她剛剛充完糧的情況下求婚 雖然非常闖絕 但佳欣表示一切都意料之內 所以一點都不覺得驚喜 佳欣自參選港者以來負面新聞不斷 簽約TVB之後工作量未算太多 但經常在社交平台曬旅行相 名牌手袋等等 加上曾經被傳因戀相本身為iBanker的Derek 而狠撇藝人舊愛不止衝 因而經常被指拜金 不過事後她指自己是被分手 Derek是在她失戀的時候 朋友帶她去Clubing 經朋友的介紹之下而認識 李文富商老公租粉絲發動電話追擊 而這李斯林鮑被撤職很久 樂壇天后李文Coco於7月5日突然離世 中年48歲 消息震驚演藝圈 其富商老公Bruce李玉文 在Coco離世後一直被受外界評擊 通平她訴到出位 沒有盡老公責任 更有人在網上公開其公司的電話 令到粉絲發動追擊 李文姐姐李斯林Nancy 在日前轉發相關貼文 並留言她已經不在這間公司 已經被人撤職了很久 這間公司真正的老闆 馮氏亦都被害了 你一定不要再打錯電話了 據知Bruce任職利標品牌有限公司 負責人為馮國論 而Bruce並非是主要的股東 早於2019年就減持公司36,600股 此外有網民拍片討論起Bruce的身家 指她早年絕學之後 擔任香港富豪的網球教練 因而認識了不少大集團的老種 之後就開始學會做生意 並在2003年資產達到千萬 但現在只有年薪三百萬港元 並稱不上超級富豪 對此Nancy留言說 這些網民是解釋最清楚的人 是我妹妹一手將她捧上富豪榜 為她拉攏自己的關係而上位 似乎她是替妹妹抱不平 對Bruce十分不滿 黃祖南上海豪宅打造水上樂園 網民蕭文還缺孩子媽 黃祖南自2014年轉工內地市場後 成為主持界的當紅搶手貨 而她在內地積極發展 都是為了令家人有更好的生活 雖然工作忙碌 但一有時間就會抽空陪太太李亞南 和兩個保護女Gabrielle和Hailey 近日她就為妻女打造了一個水上樂園 祖南在抖音分享照片 她指兩個女兒玩充氣床玩到瘋了 所以在夏天當然是要玩水 於是在上海豪宅的花園 打造了一個催氣的水上樂園 還很貼心檢查好充氣池的穩定性 以及在四周噴上花露水驅蚊 網民看見祖南的家又大又美 她對小朋友又那麼細心 都笑問她 還缺不缺小朋友啊 兩個小朋友見到都急不及待 穿著睡衣就要下水 拿著玩具玩得非常開心 而阿南就換上了黑色貼身運動裝 大鬚纖腰和蜜桃團 身形fit爆 阿南陪著女兒玩滑梯的時候 彎低身的時候都不慎輕輕露出事業線 祖南立刻加上公仔圖案遮住 防止老婆走光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